首先要說一句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天安門黑天鵝事件的下集 即是終結篇 都還要分開部分A和B 話說昨晚我在錄這個背景片段的時候 錄錄一下原來搞了一個半小時 不單止如果我一來就一個半小時 大家觀眾都會吃不消這條片 還有第二就是根本我的電話 因為其實我是沒有那些專業軟件去做展示 我是用一個電話的App叫InShot去做這些事情 它都處理不到這麼大的片段 所以要斬開兩集 當然因為我昨晚第一次錄的時候 都會有點脫鬧 又不是很熟稿 其實怎會不熟稿 我自己打燈 但一邊看的時候一邊讀的時候 都會有點加加減減 所以我即管當昨晚我自己私下做的功夫是一個測試 所以現在我重新去錄這些講解 就會分開部分A和B 即是說我們現在終於來到這個 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烈黑天鵝事件的下集 終結篇的部分A和B 亦都在這裏多謝上次出完中集 很多粉絲都會去感受我裡面的苦心 因為正所謂 梁日虎厚履於病 忠然亦異 利於恨 有時要去揭示一些世間的殘酷真相 就預料是會銀耳 亦都會... 即是很多人都會被刺激 但仍然都很慶幸 大多數人都會用一個明智理性的角度去審視 我希望大家可以以後記住 事正上不是迷信 這個座右銘 事不宜遲馬上分析 事不宜遲馬上分析 自古以來當天降異仗 我們人類都會視它為一個天啟 遠的不說 說說1976年 雖然都是頗遠 但都算是比較近代的事 知不知道1976年發生什麼大事 當然這個世界很大 我是在說神州大地上 1976年發生什麼大事 大家有沒有讀中史 或者有沒有讀過前綱 就是唐山大地震 但原來早有先兆 話說在當年吉林忽然天降三粒巨大的隕石 但發生大地震之前 果不其然 當年在神州大地死了三個人 知不知道哪三個人 這是歷史大事 就是周珠毛 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 相繼三個領導人先後死去 然後就發生很慘烈的唐山大地震 所以今次在天安門廣場 天降黑天鵝 又會有什麼的御事呢 by the way 我不知道 by the wa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野史 話說在1976 吉林天降三粒巨大地震 那時候 話說毛澤東 就站在那裡 看著天鵝在那裡 屈指一旋 那他就說 唉 沒有了沒有了 就是普通話 沒了沒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回事 所以 原來 連領導人 都是相信 天降異象天啟的 這些事情 或者你會問 蛤? 共產黨不是 唯物論的嗎? 無神論的嗎? Well Listen Please 是 他們信 而不讓你們 平民百姓信 因為他們是很喜歡 漁民樂 Fisherman Loc 智慧的東西 他們這些高層有就可以了 你們這些平民百姓 吃草吧 不過不用擔心 雖然今時今日 這個世界上 還有很多漁民樂 但是 如果看得到這條片 都證明你是高智慧的人種 而且 越看得多我這些片 你就會越來越高智慧 好 亦都在這裏說多一次 今次去分析這個 黑天鵝事件 並不代表以後 什麼都可以找我去分析 因為 今次去起這架 是呼應了 是符合了 上次黑天鵝中集 講的兩點 哪兩點呢? 是裡面講的第二點 不動不沾 以及第四點 客觀性 如何客觀呢? 今次要去看脆脆的前程 就不是靠我 塔尖暖南自己個人 起枝掛 即使我很誠心 齋戒沐浴跟衣去起枝掛 都不是這樣去進行的 因為即使我塔尖暖南 很誠心齋戒沐浴跟衣去起枝掛 但是同時都很多人可以這樣做 他們都可以起很多枝掛 那究竟信哪枝掛好呢? 說明我們不是全部人 都求到同一枝掛那麼恐怖 我當這個世界有100個人 OK 就為了這件事去起枝掛 恐怖到盡 我當你有40枝掛都是同樣的掛 但也有60枝不同的掛 那究竟這60枝掛裡面 你信A君好 還是信B君好 還是信我Thomas好呢? 而 現在卻有一個非常客觀的事實 擺在眼前 就是說在2021年9月5日 也就是農曆7月29日 秉新月秉晨日 6am左右的時分 如果在中式時辰來說 就沒有分別了 5點到7點都是叫卯時 在這個新卯時 就飛到這個黑天鵝 而根據以上的時辰八字 我們就得出 小錄音的榴槤 乃是中空之掛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是懂中文的 這個掛文自己詳正就自己讀了 好 得此掛 主當事人 雲勢低迷 心情不快 特別是因為事業上的事 被扯後腿 又屬小人之掛 為什麼特別關事業事呢? 不是 蟑螂 或者是愛情 我們重點分析頭三句 流年事難成 求謀入未明 官是凡而緩 說明是求謀 所以就是跟事業有關 為什麼呢? 你想想想 古人是有什麼求謀呢? 士農工商 萬般階下品 唯有讀書高 你讀書就滿朝朱子貴 他們求的就是一官半職 所以這些就是他們的事業 何況第三句 頭兩個字已經點破題目 直接點破題目 官是 亦解釋為什麼上上次 即是上集 就在黑天鵝那個分析 我就說 那位人兄 崔崔先生 就是 崔崔先生 這樣的官職地位 就是會受到牽連攻擊的 因為 首先 他是官 所以現在還未說明 官是 叫你慢慢來 而且最重要是 他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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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天子 日未明 現在說明 也要提提大家 因為都事隔頗為來 所以上集的東西 甚至是中集 麻煩大家 要去重溫才知道整個東西的物落 好 話說我是非常有心 因為根據資料 就純粹顯示 星期儀式後的六時許 這個天鵝才飛下來 我就真的去檢查了 原來這個星期儀式 是在5點45分AM發生 同時在1分鐘05秒之後 即是5點46分05秒AM 就是日出的 根據氣象局的科學時間 嘩 這裡的巧合 是多麼嘆為觀止 因為我經常都說 日 太陽 即是天子 一國之君 但現在 日出 剛剛才日出 是不是 太陽八八剛剛才起心 所以還是暗會不明 而我在黑天鵝的上集 也都說到 國旗升 但這隻雜雜飛鳥 就降落 這隻天鵝 國旗是代表那個國家 但這個雜雜飛鳥 就飛落地下 所以 是不是 again 隱含了 天子 前路不明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支榴槤掛的第二句 就是講明 求謀 日未明 還有大佬 我們想一下 這個叫榴槤掛 什麼叫榴槤呢 就是 延遲 久前 停滯 阻礙 漫長拖拉 的意思 這個不單是一個現狀 發生中的進行式 也都同時是一個建議 為什麼呢 建議你 算了你按於現狀 Go with the flow Please 是啊 我知道你很急 你想很多事情 很大的搞作 但是沒有辦法 形勢比人強 所以你只能夠留念 所以勸你 動作 設計 過大 凡事而守 尤其是官方的事 而什麼 而換換慢慢去做 但是最近我們看看這位人兄 動作頻頻 對外呢 又在騷擾那個鳳梨龍莊 四處在這個國家 在這個世界那裡 立火頭在那裡 聊字鬥飛 對內呢 又令韓國葉 蓋檔 又不讓人讀英文 又不讓人補習 真是錯 不讓人補習 你說他是不是傻 習不能補 自己明明就是習 然後人家對你進補 給你一些補品 其實你開心也來不及 你現在就不讓人補習 你說這些是否叫撩鬼拿命 跟著重要 大規模開徵的地產稅 所以不是遇到很多的阻力 所以這個日天子的前路 不是那麼不明 其實我們今次小陸印得出的榴槤掛 和上集講的那個周易漸掛 是不謀而合的 記不記得上次說 紅漸於陸 全部都是叫你 叫你慢慢來 逐漸逐漸一步步去做 現在再說一次 公事凡而換 所以 大事不可為 大事不成 知不知聽啊你 大事不可為 大事不成 懂不懂 如果你不聽這裏的意見 根據掛障 原來你就會有被免職之餘了 OK 現在終於講到我塔尖暖藍的拿手好戲了 西洋星盆 然後我現在會用一個 古典占星的占星佈掛方法 即是我的Service Boy Horary Astrology的方式去分析這些西洋星盆 提醒大家 開始 打醒12分精神 因為接下來的事情 是會非常之心奧的 麻煩不要投訴 不懂的話 虛心學習 最重要是 耐心用心學習 還有 最好是拿好紙筆 因為我真的知道 我有很多粉絲 是很用心去做功課 我用心準備 你們也用心做功課 我是很因為的 拿好紙筆 開始出來有些東西抄 如果不想學的話 那就拜拜 但是 真是 真是 你不想學 很多人想學 所以真的 麻煩不要投訴我 還有你會失敗了很多東西 因為這個 我真的 真是 全心地相信 這是香港史上 第一個 人在YouTube講解 尖星佈掛 因為根本在第一次 在香港 我相信不超過20個人 是懂得 這個Horary Astrology 尖星佈掛 好 現在相信我 我不是跟你講的 十二星座性格 天蠍很喜歡福壽 射手很喜歡自由 不是這些廢話 也溫馨提示大家 現在開始打開字幕 我又沒有這麼好時間 精力心機 把全部的東西打出來 但是我以後會有一些特別的 尤其是非中文的 我打出來 就不用之後去拼給大家聽 是不是很值得呢 首先 根據資料顯示 今次這個黑天鵝是何時去飛街的呢 就是 飛下來的 就是 星期二式後 六時許 你會問 六時許 即是六時六點幾 首先 不如我們當六點十五分 好嗎 麻煩看一下這幅圖 在搭九 沒有一條ASC的橫線 那條橫軸 是不是 在它上方 是不是有個日字 日就是太陽 留意 這個日是在十二公 第十二公位 我們叫12號 你看到裡面有個灰色的阿拉伯 十二數目字 是不是 即是說 六時許 我當你六點三 原來太陽會在十二公 現在我們轉看下一幅圖 我就不當你六點三那麼遲 我早盡當你六點正好嗎 麻煩 再看回剛剛同一個位置 這個日呢 仍然都是貼在那條橫線的上面 所以位於十二公的位置 即是說 無論你是六點還是六點三 六點幾都好 這個太陽也是在十二公 那可能你會問 如果再遲些呢 六點半呢 告訴你 太陽在十二公這個異象 只會越來越明顯 亦因為太陽無論如何都是在十二公 因此我塔尖暖藍 已經可以先行心裏盤算 斷定這個盤必定為準確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在十二公這個異象 跟我們剛剛 小六任流連卦 求謀入未明這一句 是屢應外合 互相揮影 揮影過尾點雙揮的 因為 古今中外 cross culture cross 不同的國度文化 不單止是中國人 會將太陽當為天子 其實就算我當法國 在更大 不是叫更大 Anyways 路易十四 他就是叫自己做太陽王 而太陽位於十二公 就仿於一個天子 處於深山幽谷的位置 呼天不應 叫地不聞 所以你說 是不是跟榴槤掛的求謀入未明 搖相暢和呢 喂 也在這裏提提大家 麻煩小心 我現在一路說的時候 麻煩你們一路看著這個盤 去 familiarize with yourselves 去看一下這些 什麼座 什麼聲 什麼位置 什麼公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待會做盤的分析的時候 就是我最後做那個分析的時候 我不會用這個中文字的盤 我會用一些 很多尖精符號 那些這樣的盤 所以現在有些什麼 什麼處女相餘 是不是 水啊 金啊 木啊 麻煩現在盲定了 因為待會分析的時候 我真的直接一腳踢來入大海 我們就去那些符號的海裡唱鳴 OK 也有說一些花邊真聞 曾經有人去問過我 你們專業支聲師 會用什麼工具 首先我可以回答你 我們是不會看這些中文的盤 我們是看一些充滿符號的盤 還有第二 專業支聲師 包括我 是會用一個軟件叫做solarfire 我相信全世界99.99%的 的軟件都是用這個軟件 有興趣你們可以去了解一下 也不妨在這裏教一下 其實我們看看現在這幅圖的 左下角 那是否寫了 regiomontanus house regiomontanus house regiomontanus house 這個就是我們古典占星 尤其是做占星卜掛 Horary Astrology 會用的一個house system 一個公位制度 因為一般人 現代 那些什麼心理占星 就會用一個叫做placidus 的house system 公位制度 但是 我們現在就是用一個regiomontanus 好了 我剛剛沒說過 我心裏見到這個太陽位於十二宮 那肯定是跟榴槤掛的球模入味明 是一搶一和 但是這個世界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有中有西 懂得互相印證 原來作為一個獨立的西洋占星師 我們也是有一些 正是用西洋占星的技術性分析 可以去分析得到 原來這個盤 也是被宇宙許可 被宇宙去endorse 嘩 為什麼說到這麼嚴重呢 話說 原來我們西洋占星師 要去斷定一個占星卜掛盤可行 有一件事 我們要證明 part A和part B是符合的 什麼是part A呢 是你問題的內容 什麼是part boy呢 是你問這個問題 當日和當時的能量 或者你取這個盤 這個盤當日當時的能量 看來我們這個case part A 問題內容 我們現在是問著 關於天子一國之君的東西 在問著關於太陽的東西 而part boy 當日當時 即是多少呢 2021年9月5號 早上當他6am 原來那時候的能量 也是非常之solar的 非常之太陽的 我們那個專業術語 就會說 他那個日主星和時主星 Lord of day 和Lord of hour 都是太陽 即是說 part A和part boy 是符合的 我先說了 Lord of day 太陽 9月5號是星期日 Sunday 原來呢 星期日 就是由日 太陽去掌管 其實我們說 星期星期 為什麼會是星期呢 因為他真的和星是有關的 接下來會有很多知識分享 大家豎起二朵聽真 一星期七日 原來就是由古典七星去掌管 哪個古典七星呢 日月金木水火土 古典七星這件事 其實不單止在西洋簽聲 就算我當中國 我們中國古典其實都有簽聲 知不知道 都不是紫微 紫微在之前 有一件事叫做七正四語 因為紫微是看虛聲的 七正四語 四語是看實聲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七正四語 什麼叫七正呢 就是那七顆星 太陽 我們一般說的太陽 七正四語也是叫太陽 月亮就是太陰 金星就是很出名的太白金星 有什麼那麼出名呢 太白金星 算了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故事 但好像沙遊記都有太白金星 無論如何 金星就是太白金星 木星就是碎星 就是太碎 水星我們叫神星 火星就叫螢化 土星就是震星 七粒星其實在古代的神秘文化裡 已經是 再次 Cross cultures 都是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還有大家如果是懂得羅曼語系的話 例如西班牙文 法文 意大利文 就完全不會對這件事感到陌生 亦都因為我以前是主修法文 和都懂得意大利文 就在這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講法文 後講意大利文 星期一 法文是 Lundi 意大利文是 Lu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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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不聽到那個字頭呢 都是Lun Lun 其實它的選法就是Lun 其實它是一個 Root 一個紙巾 就是Luna 我們說Luna New Year 或者說一些人發瘋 Lunatic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月亮的那個 月有音程圓缺 好像一個人的情緒變化 所以Lunatic 就是說一些人發神經 Lun就是跟月亮有關 所以星期一 是由月亮去掌管 還有說真的 就算英文 Monday Monday 是不是好像Moon 少了個O 所以星期一 是由Moon 去掌管 然後 星期二 星期二 法文 Mardi 意大利文 Marte di 都是Mars 開頭 Mars 所以星期二 由火星掌管 星期三 法文 是Mekrudi 意大利文 是Mekrudi Mert Mert Mercury 星期三 水星掌管 星期四 Judi 或者Jauveli Judi Jauveli 今次這裏比較難聽 因為都不是很明顯 但是 有些像Jupiter 木星掌管 星期四 到最後 星期五 法文 Ventre di 意大利文 Vener di 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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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Venus 金星掌管 然後到星期六 都不用再說這些外文 星期六 英文是甚麼 Saturday 土星掌管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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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掌管 所以天安門黑天鵝事件 發生在9月5日 Sunday 顧名思義 那天的日主星就是 Sun 說完日主星 就說時主星 LORD OF HOUR 我也說過 我很有心去檢查 氣象局 找一個科學時間 究竟當日是甚麼時候日出的呢 原來是在5時46分05am 為甚麼 搞這麼麻煩 懶是厲害 為何 bother 我不是懶是厲害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要找到那個LORD OF HOUR 原來 The first hour after sunrise 即是在日出之後的一個小時 即是5時46分05秒到4時46分05am 這個小時裡 時主星跟日主星是一樣的 即是在2021年9月5日 星期日日出之後的一小時內 無論日主星還是時主星 LORD OF DAY 或是LORD OF HOUR 都是太陽 而剛好 我問 現在在問甚麼內容 是在說天子一國之君 太陽 所以 部分A和部分B 是否符合到飛氣 中到瘋 這樣就可以確保到這個盤的客觀性 這個客觀性 不是由我塔尖暖南去講的 是由宇宙去 approve的 嘩 來到這裏 是不是已經 腦洞大開 資訊爆炸 不要緊 我講些花邊新聞給大家放鬆一下 話說 其實你不需要一定認識羅漫語 才知道哪些星去掌公哪一天 話說 我記得好像是看小丸子 對 好像是小丸子 我記得那個卡通片 裡面的卡通片 有一個日曆 可能小丸子坐在茶室那裏 有一個日曆 然後 那些卡通片帶子 又很認真的 連那個日曆都真的畫得很清楚 他就寫了那些 木曜日 水曜日 月曜日 喂 我本身那些人文都不懂 我可能懂幾句 阿里加多 欸 沙瓦迪 不是沙瓦迪 阿里加多 欸 康班華 那些 那些 OK 那些 然後我就發現 喂 蛤 原來 即是日文裡面那些 星期日 都是用回這個 沙瓦迪法的 那我就覺得 原來這個東西 不只是 羅曼語是獨有的 那我就走去做了一些研究 的 所以呢 找到一些 不同的連結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之有趣 那我在 這條片那個文字 描述的部分 我就會發這些連結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可以去 了解多些 好啦 輕鬆完畢 我們繼續我們 心奧的 技術分析 那原來 除了 part a boy要符合之外 要斷定一個 盤是不是 valid 還要繼續去過五關 斬六張 的 例如我們可以看一下 策九方向A、S、C 那條軸 那是指 處女座一個比較中間的位置 那原來它在處女座的十四度 那這個是一個可行的位置 OK 然後我們又看一下 土 那個土 代表土姓在 搭四、五的位置 那它是位於五公 那這個也是一個可行的位置 那同時月亮在獅子座 十一公 那 它就位於十一公的十六度 那那個十一公 那個十一是代表屋公位 那這個字是看到的 這個阿拉伯數目字 那但是 那個道數呢十六度 那大家看不到 不需要擔心 但是總之 我知道了 那它就是位於獅子座的十六度 那當時呢 就並沒有發生 一件事我們叫做月亮空亡 void of course 也都並不再燃燒之徑 via combustor 那總之 那這些淋淋淋淋淋 還有很多的東西 那我在這裡就在此不聚 但是我想表明的意思就是 原來這個盤 是validated by the universe 是宇宙去say yes 就是say yes for 什麼呢 就是我可以以今次這個黑天鵝字件 去講脆脆了 那大家 我講一講起 剛剛還沒提過的一個詞 叫 via combustor 那在我最近有一條片 就是 水星逆行天秤座那條片 是youtube有的 成龍造封面那條片 那我裡面都有去 涉獵過 via combustor 那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裡面去聽一下 好 那我講那麼多 那是不是要去validate 這個本要過五關閃六象 為什麼要說要由那個宇宙去 去承諾這麼煩 總之我想表明的是 這個本的客觀性是非常之高 非常之準 其實正如大家去摘聖杯 大家有沒有試過去摘聖杯 你們知不知道 那些什麼笑杯陰陽杯 那些東西 你知不知道 你要去得到一個valid的話 其實你是要連續摘三次的 又或者 黃大仙 我只是講你去黃大仙求籤 你拼了那些籤出來 你知不知道正確的程序 其實你還是要去摘杯去確認 所以這件事並不是那麼陌生 好啦 那也要在這裡說 中國近代史上 最慘烈黑天鵝事件 下集終結篇的部分 A of B 現在這裡完畢 我們拍boy of boy 即是真是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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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 就會在之後的影片再游 所以看一下 現在都趕了28分鐘 其實我趕快了 因為我昨天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去 跟著那篇稿去慢慢讀 跟著有些加減了 脫漏 我想我只是這段 已經趕了四十幾分鐘 跟著後面那裡 加減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真的不可以不剪 希望大家體諒 在那裡 再次看 再次看